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太离谱了 竟然把外交部给立委的机密文件 我要再讲一遍 当立委你会拿到很多的机密文件 但是绝对不可以泄露出去 甚至我在当立委的时候 我连助理都不给他看 只要机密文件公文到 我所有的助理包括办公室主任 不准给我开封 因为一般来讲 办公室主任有时候跟立委好的话 他会直接帮你开封来看看什么事 然后可以处理他就开始先处理 我是不准他们开封的 所以大家知道 这是要给立委的 而这个机密文件指的是什么 台湾跟捷克两国 签订了一个秘密 援助乌克兰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契约 结果徐晓鑫 他竟然说这个契约是土利特定的厂商 影响他国的内政 乌克兰的事件是国际性的事件 不只是他国的内政 所以看到全世界欧洲国家 看到美国 甚至欧盟 国民党只要请俄罗斯的人 在台湾的代表吃个饭 欧盟现在就说 那我们就不去了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这不是他国的内政 这是个国际的事物 结果他把这个公文给公布了 这是一个秘件 如果是机密文件你公布 那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他事情大条了 这是不是故意在带风向 要移转乍气洗钱案的焦点 所以用他的泄密案来移转 而这个泄密案当然罪不重 一年以下的期徒刑 现在已经被告了 另外除了这个泄密案以外 我还忍不住要再讲 这泄密案太离谱了啦 从来没有立法委员敢这样泄密过 他可能是中华民国 有史以来第一个 公开的这样泄密 这个时候 徐曉军又被质疑 涉及都更的争议 温朗东指控他跟建商关系密切 藉由推动都更 让建商销售案更加顺利 那温朗东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等一下我会请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还有情况不妙的人叫做柯文哲 最近他涉入了三大案 灰头土年 民进党规划19日说要到民进党 中央党部面前去集会 是不是帮他再转移交点呢 这个集会当然他就要讲说 蔡英文八年有哪一些跳票 跳票 我要告诉大家有一些是没有跳票 有一些也许是你们国民党在杯葛 但是也还没有也是没有跳票 他有在做嘛 那可是要去讲这个 是不是要替柯文哲移转交点 或者甚至以民调 已经八年任期期满 能够民调这么高 全世界蔡英文可能是第一个总统 卸任前有这么高的民调 达到五六十%了 所以这下子如果民众党去搞这个花招 会不会让柯文哲更加的难堪呢 这个有意思 相关的议题值得大家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第一位 是我们的立法委员 我们的李昆诚 昆诚 雍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财经专家 徐静王 清王 雍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立法委 荣誉顾问 我们的陈伯伟 Thank you 大家好 Thank you 还有我们的时事评论员 温朗东 朗东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政治学博士 王志胜 志胜 雍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国民党前发言人 萧敬言 敬言 雍哥好 大家好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袁屋的密约介入捷克政党政治吗 徐晓鑫被驳斥了 驳斥徐晓鑫凭空捏造 外交部强烈谴责 徐晓鑫你可以去质疑 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 可是你竟然把这个公文给泄密出来 所以他已经涉及泄密罪 也许是中外民国第一个立法委员 敢这么公然的把这个文件给泄露出来 我想我从事政治工作这么久 现在虽然离开了政治工作 但是真的我想不出来 在徐晓鑫之前还有谁 将是泄露过这种国家机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徐晓鑫在台湾的话 中共还要派匪碟吗 大家都在问 所以我们先看个相关报道 我不应该给大家看的部分 我都会贴掉 因为我想我还是有保密的义务 这是一份密件 在镜头前大辣辣售出外交部机密文件 公民党立委徐晓鑫爆料 我国花费千万美元 与捷克合作人道援助乌克兰的案子有疑虑 外交部火速澄清 强调内容没问题 但徐晓鑫依旧紧咬不放 他们的说法是 全部都是公开透明的 也就是他们已经不认为 那是一个密件了嘛 其实还有非常多啦 我全部都贴掉了 我并不是把这个公文 就丢上网路 让所有人都能够看 不是的 我们每一年要收到 近百份这样子的文件 因为外交国防委员会 是牵涉到国家整体利益机密 最多的委员会 我们收到这个委员会 你有看到过去任何一个国民党 时代力量 或者无党籍 或者民进党的委员 拿这一个出来开记者会吗 对于徐晓鑫作为 王定宇相当不以为来 因为所有立委都有这份机密文件 却只有徐晓鑫拿出来公开 事实上 立院的机密文件分为四种 涉及及机密内容 通常会开机密会议 所有内容只能在会中翻阅 会后不可带出 普通机密的文件 包括各部会送达 让全体委员被查 或是与个别委员会业务相关 只送给该委员会委员 还有委员执行时涉及机密 部会事后到研究室私下报告 但无论哪种形式 只要是机密文件 就只有委员本人能看 而且不能对外泄露 我们看一下 徐晓鑫怎么讲 他说他泄密这个契约 他说当然是我们有做打听 你打听来的 有谁会比你立委的资讯更丰富 还打听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传闻 既然是传闻 你敢就这样公布出来 都是说他们的政商关系良好 可以几乎称之为金主 你是在说什么啊 我们再看看外交部怎么讲 在5月5号5月6号连续两个 备忘录签署后 依规定行文立法院备查 依法办理 徐晓鑫凭空捏造 并污止为密约 影射图利士部门 其推理逻辑的荒谬 令人匪夷所思到极点 不负责任的无端指控 问证方式 无端的指控 以这种的问证方式 令人无法接受 然后外交部进一步 今天又说这种预测想象的说法 除了为自己博取声量 转移最近语论关注的焦点 如果伤害了台湾的声率 大家想想最后的受益者 会是哪一些国家 当然就是中国嘛 徐晓鑫你在帮忙中国吗 就徐晓鑫反向什么 他说不是攻击 我就可以乱讲一通 那你有种你告啊 如果人家乱讲一通你就告啊 徐晓鑫你告告看 所以啊 我发现徐晓鑫是离谱到极点 你的一百万我们不会放过 不会因为你用这个想要转移焦点 不可能让你转移焦点的 所以大家看 告发徐晓鑫泄漏国防秘密 台湾经济党说 中国欺负台湾时 会补一脚的 就是你徐晓鑫啦 所以吴新带 讲了徐晓鑫滥用立委职权 泄漏国家机密文件 捏造阴谋论 就是希望制造新闻 转移他 他家发生诈骗集团洗钱事件的这些焦点 徐晓鑫说 我就是他们生命中的权源啊 没有我好像他们活不下去 所以我都尊重 人家这样讲 哎呀你不是很喜欢告 你这时候都应该去告吴新带啊 吴新带是个医师啊 比你优秀太多了吧 如果以读书来讲 对不对 他是一个胸腔外科的医师 心脏外科的医师 一个医师要当外科 又是女孩子 那是非常非常优秀 都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毕业的 我们再来看 徐晓鑫泄漏外交机密文件 外交部将采取法律行动 所以外交部准备告他了 公开密件 徐晓鑫长讲的哦 并且捏造不实的消息 相信就对捍卫我国的国际外交 还有捍卫主权又很大的伤害 相当令人来理解 而且是不应该的行为 民进党团说 很明显的指示要转移 自己家族所涉及的新闻焦点 不惜拿国家利益来赔账 许书华说 徐晓鑫不应该家里搞诈骗 搞洗钱 就觉得别人都在诈骗 离谱到这种程度 我们现场有限职的立法委员 我们的李昆臣 昆臣 我相信你在当议员的时候 我相信你从来没有接受过 什么秘密文件 应该一件都没有 没有 我在当议员的时候 只有一次 台北市 可是我当立委 我告诉你 几乎每个礼拜都有 所以你现在发觉 做立委和做议员 不一樣 不可以欲白说的 所以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我当立委三个月 也有机密文件 但当然没有像徐晓鑫 因为他在国防外交 他的机密文件可能更多 因为我以前曾经当过外交文会的召集人 我记得我当了五届的召集人 我告诉你 机密文件是多 多到我最后 越跌越多 你知道我最后哪一招 我把外交部叫的时候 我这会通通还给你 只要一年前两年前的这些 我都通通还给你 因为我要保管的太多了 通通还给他 对啊 这个是立委要保管的 对啊 所以当这个徐晓鑫拿到这个机密文件的时候 我啦 我就是我拿到机密文件的时候 我也是看完 我就放在这一个 我们这个立法院有这个柜 柜子有锁 就把它上锁 锁起来 就是说只有我能看见 其实助理也没有看到 而且这个机密文件 它其实在信封上面就有写 密 然后还有写编号 所以就是说这个编号是给谁的 然后上面有机密文件 然后里面打开 当然就会写说 它这个机密文件 然后保存几年 然后当你内容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今天我没有看过 有一个立委 就像又有讲的 可能之前有立委 他会有泄密 但是没有这么正大光明的 拿着这个外交部的机密文件 开记者会 然后说这是机密文件 这里面呢 这个有关台湾呢 跟这个捷克之间的一些 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些东西 一些契约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离谱的一个行径 就是说这已经是机密文件了 比如说这些文件内容不可以公开 那有公开的地方 其实外交部也有简单的新闻稿 有说出来说 这个大概我们跟乌克兰 有做哪些动作 跟捷克有哪些契约 那都是要研究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外交部就是没有机密的部分 他有做说明的嘛 那现在是这个许晓金把有机密的部分 公开漏在所有的媒体上面 虽然说简单贴了一些便利贴了 但是有心的想要知道的话 他还是会知道说到底里面的机密 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现在许晓金他主要在控诉什么 他控诉说 这个台湾跟捷克之间呢 有这个密约 这个有一千万美金的援助 那这个援助呢 是交由这个什么捷克卫生科技院 他说这是一家私人公司 然后这家私人公司呢 这个前面的负责人呢 才来刚过台湾 那是不是未来会有这一个 跟这个捷克之间 这些钱流出去之后呢 再有这一个 这个所谓的捷克卫生科技院呢 再留给这个捷克的一些什么 民意代表啊 或是说一些政府官员啊 那变成这笔钱呢 是变成是一个 这个变相可以变成一个 这个政治现金的 那这样子当然就是这个污蔑了 这个第一个 他是援救乌克兰的 那我们跟台湾 跟这个乌克兰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是透过这个捷克 然后来协助乌克兰 所以他这样讲 第一个是污蔑了人家 这个是捷克卫生科技院 他是一个NGO 他不是徐晓坚所讲的 一个私人公司嘛 第二个 我们是要救乌克兰 那救乌克兰 我们没有直接的管道 那当然透过这个捷克 我们比较友好的 这个国家来援救乌克兰 那这样子变成说 捷克不相信我们 他觉得说我们台湾的 立法委员 国会委员怎么去做这种事情呢 所以也污蔑了这个NGO 也让这个中间来帮助我们这一些 这个捷克这些政府官员 也不太信任台湾了 我认为啦 如果只是这个徐晓卿 他要移转这个 他自己这个跟诈骗集团关系的这些 我觉得那都是小事情 但是他破坏了台湾 捷克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更严重嘛 而且他在讲说说 我只是听闻啦 我要打听啊 这完全就是没有证据的 没有证据一个 那个国会议员拿着一个机密文件 开记者会 这太离谱了 我认为外交部应该赶快 采取这个法律的行动 而且徐晓卿说 他怀疑啊 这些钱啊 可能啊 什么 最后没有到乌克兰变成 捷克的政治人物去分啊 什么 你刚刚讲的意思是 他是这样子 对 那个叫胡说八道 为什么 徐晓卿自己怎么讲 我们大概有一些传闻 你看 他所听到的是传闻哦 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任何可以 任何一些 不要说什么啦 连一个主委让他有一点点相信的可能性的证据都没有 所以他传闻 他自己承认这是传闻 有传闻就可以这样开记者会把国家的机密给公布 这是我大概 我从事政治工作二十年啊 大概二十年 我以前都在当律师 我当律师其实也办过很多重要的案件 包括有些调查局的 有警察局的 尤其警察局都办过非常多 像我们律师有个侦查不公开 律师都要遵守 所以我们随时都很注意这些 我是想不通 徐晓卿敢这么做 太离谱了 我们现在还有个当过立委的 Thank you 怎么来看 以前我在选计的时候 早上参会 有个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基站 早上跟我说 我说你要加油 你的对手很厉害 那个工程大国炒多少 刚才我以前老婆去 乖乖乖用 他的助力很厉害 我说 好好你说到这里就好了 你再说下去出事 我如果把这件事拿出来说 是不是跟海上 一定会 我如果拿出来说 这就完美了 但不管是好意或派他 你拿出来说 你就完美了的行为 徐晓卿今天做的就是完美了的工作 我说一句话 我不讨厌他 只是他很错 你到底讨不讨厌他 你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讨论他 人们不知道他 他说我不讨厌他 但是我只是很错 徐晓卿现在就是在用这点 我支持台湾国际的关系提醒 但是我觉得捷克怪怪 这个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 所以这是正常 不要用国家和国家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就听了 所以这是什么情况 徐晓卿今天就是什么 利用这个机会 他的政绩就是这样 对内协助督根 对外积极泄密 你后到选择的时候 政策你就这样打 对内协助督根 对外积极泄密 来我说 先前国家国家 援助要怎么做 第一 美国在台湾国家 最近是不是听到什么 我们五十余 一百余三百余 他在那欺别说 他不是挟钱 给你开 不是说一人本三万块 叫你去大伦发费 他是怎么 说我指定这笔金业 我給你 你就要買我的武器 如果這樣 我可以幫你幫助 第二 你的國防 第三 你可以買我們家的武器 這是先進國家援助的方式 台灣也站在你們島的立場 今天我們不是買武器給人 今天我們不是買軍隊給人 今天是用我們的全世界 全世界知道我們台灣醫療 第一 一定的 大宅的 所以說我給你一千萬的美金 拜託你給我轉告烏克蘭 這個規定裡面有需要醫療器材 你可以買三四百萬的 你要知道 我花一千萬做工序 還減三四百萬的 可以買我們島的產品冒死 好不好 對不對 這第一點 第二 我們向捷克的關係是因為 武俄戰爭開始嗎 不是 你還記得捷克議長我來台灣 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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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一合的時候 他來台灣在立法院裡面 發表演講 最後一句話說 我是台灣人 那句話多感動呢 因為剛好我坐在裡面 他說了之後 做這個新聞全世界大家都關心到怕死人 你們台灣有夠讚 讓疫情你如果撞起來 催暗又減做到可以削外國 那外面在唱的 那以前的歐洲國家 沒有在掛催暗的關係嘛 所以又減知道 有核有核有栽調 跟這些民主國家做朋友 整個疫情期間 台灣的國際地位提升 很讚的啊 那你們可能比較不了解 捷克上海很多外國人對一國的 韓國的 韓國人很愛去捷克 都在那裡定期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韓國朋友在捷克 今天就來問我 你們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我說你是不是因為 這個立法委員 黑白講話 讓你對我們台灣 失去信心 三省質疑 他說對了 你們立委怎麼會這樣說話 對啊 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這國際的援助 你們和烏克蘭也沒有放高了嘛 對不對 我們台灣和烏克蘭也沒有放高 沒有資料拿錢 要讓阿基仔 昨天司機叫阿基仔 說來這裡一千萬放的 看你買什麼 自己買 讓你去購物 沒辦法 要洗嘛 所以這是一個很正常 國際的流執 這就是外交的工作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的 立法委員三省話說 讓我們申請這個 最後我說一點 這件事其實就是什麼 三件事要去看 第一 富君市去中國 清告戰術 第二 國民黨邀請 歐洲的國家 大家坐著會講 結果羅西亞也邀請來 讓大家坐著 說你邀請俄羅斯不要坐著 第三 這就表示什麼 國民黨已經沒有朋友 一開始秦中嘛 秦中看來看 大家都不在乎 來聯俄嘛 聯俄的時候 賈中立 大家都邀請 但是邀請俄羅斯 賈中立 也沒有人在乎 最後就是什麼 我國民黨沒有朋友 你們台灣也沒有朋友 從開始 台灣的朋友 所以你如果 走國民黨路線 走到最後全世界 就沒有朋友 你如果走台灣 跟自己的路線 全世界都要為台灣說話 所以 智慎 看得出來 我相信你 當政治 政治系 政治學的這些教授 在這麼多學校教書 可能 第一次看到有一個立法委員 敢這樣幹 那當然 他最主要目的 想要移轉詐騙 還有涉及洗錢的這個新聞 可是 我們要在這裡講 你不但無法移轉 我們更可以證明 你是一個有問題的立法委員 是沒有錯 就是說 是不是單純的想移轉 我希望他真的只是想移轉 而不是 這種想方設法的 要破壞台灣 努力的追求的 這樣子的一個 國際空間 跟外交的成果 徐曉金 其實看起來 沒有當外交 沒有當這個立法委員 足夠的民主素養 先講他今天這 剛剛前面 來賓們講到的 今天的狀況 其實他可能 所謂的泄密 可能就有兩個刑法 是會碰到的 一個是刑法132條 就是泄密罪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 還有國家機密保護法 因為我們不知道 外交部這個密件的等級 到什麼程度 國家機密保護法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刑法132條 三年以下 夏小金 不曉得 到底是 這個 他的法律能力不足 還是真的 為了移轉焦點 而無所不用其極 可是 那想 今天這個影響 我覺得影響是三個層次的重點 第一個是 你基本上 你是洩漏國家機密 造成整個外交運作上的嚴重的困擾 過去 即便 有任何的立法委員 可能 打這種 泄密的擦邊球 不會大拉的 把這東西拿出來 而且剛剛也講過了 拿出來之後 你的質疑是 這個 口說無憑的 是一個自我想像的 作為立法委員 我就是完全不合格的一個狀況 而且 你基本上 你這個 這樣 洩漏國家機密 你開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開始 是不是造成 其他人 來模仿學習 第二個 我覺得可怕的是 它 破壞了台灣的外交關係 剛剛講 不管是對捷克 對烏克蘭 說實在的 大家想一想 那以後哪一個國家 敢跟台灣交朋友 因為想一想 台灣國會有一個 立法委員叫徐曉欣 我們如果跟你交朋友 一方面要防止 在國際社會被 打壓 二方面還要防止 台灣國內 會不會有內印 拿著這個密件 出來指責你 因為最主要如果是 像中國的威權國家 國家做了什麼 機密的事情 才不會告訴你什麼 立法委員 告訴你什麼政務委員 都不會告訴你 可是我們台灣是民主國家 每一個預算 每一筆事情 都要經過立法院 所以立法委員 可以知道很多 國家的機密 可是有這種 立法院竟然把國家機密 拿來當俄系 是沒有錯 所以他居然口口聲聲說什麼 他代表全台灣的人民 他是監督政府 他憑什麼代表我 基本上對 這第一個 你不過就是一個 松信的立委 你憑什麼代表全台灣人民 你只不過是從松信 選出來的 你憑什麼代表我們其他的 台灣人民有准許你泄密嗎 台灣人民有准許你 用這種方式 去破壞台灣的外交關係嗎 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你說監督政府 立法委員監督政府 在這種秘密會議上面 是可以監督的 監督政府並不代表 你要把國家的機密 攤開在陽光下 讓全世界 特別讓中國看到 所以這種做法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 真的有了許小青 台灣真的不用共諜 許小青他就三不十把一些機密 機密資料拿出來 秀一下秀一下 這個立刻就已經 收集到完整的這些機密訊息了 我們常常講一件事 一個人敢公開這麼做 那私底下會不會做得更多 這才是可怕的 而每一個立委都有一疊 每一個會集都一大疊 不要說一疊 尤其在國防外交 有一大疊的機密文件 因為行政機關一定要給立委 因為牽涉到預算還有政策 像金管會也有很多機密 他會給所有的立委 譬如說什麼什麼什麼一堆 金管會也有 我在當財政委員會召集人的時候 也拿到了一堆 內政也常常會有 譬如說警察的一些政策 尤其在當時在COVID-19的時候 在午安肺炎的時候 我們警察要怎麼部署 怎麼做怎麼做 我們的移民署 我們消防署 這一些相關的都會去做 消防署還比較少一點 那警察跟移民是非常多 因為他們是國安單位 譬如說今天有誰來 我們的警政部署怎麼樣 總統要來 副總統要來 行政院要來 我們的警察要怎麼部署 這個其實都有的 哇 這個如果讓他們洩密出去 這還得了 公開都敢洩密 你說他私底下會不會洩密 欸 我想到膝蓋會冷 我們有這種禮物 郎東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要跟外交部說聲聲道歉 都是因為我給徐曉欣壓力太大 他才逼迫要用這種方式來轉移焦點 在前幾個禮拜這個時候 我就講說徐曉欣跟他大姑的案情 是有一些關聯 希望他解釋 徐曉欣就洩漏我的病情 移轉焦點然後就被我告了 現在因為我禮拜五的時候 又預告我會去報他的料 所以他馬上就去洩漏外交部的機密文件 也被外交部告了 所以徐曉欣這個是一個行動模式 他每次要被爆料的時候 他會先去洩漏別人這樣的一個機密 然後就會持官司這樣 那我現在要去講 是說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是說 徐曉欣他背後 跟整個達永建設 這個建商都跟這個金流 跟人脈有非常嚴重的一個關係 因為我們就討論過他幫他助選的都跟協會 裡面的理事長羅盛德 以及他老公劉燕裡 還有一個都跟協會關鍵的顧問 也是房地產專業人士叫做黃凱鈞 這三個都是雄中 而且過去因為是演變社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特別來討論這個議題 然後請朗東把這個問題講得更清楚一點 不過我們現在講說他洩密的事情 這個洩密的事情你覺得 朗東你也看到這麼多的立委 你也在爭論節目在台灣這麼久 你有看過立法院敢這樣公開的洩密嗎 從來沒有看過 因為這個事情就證明第一個 外交部確實有幫烏克蘭 可是因為我們外交處境的一個關係 沒有辦法名著幫 所以所有在有案例記錄 所有立委都可以看到機密文件 去看看有沒有弊案的一個狀況之下 透過捷克去幫助烏克蘭 以免引起俄羅斯跟中國連線 造成台灣的國際壓力 這個其實是說外交部 為什麼這是列為機密文件 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原因 可是曲小青他會不懂這件事嗎 他一定懂嘛 可是他為什麼要把這個打出來 去影射外交部好像在圖利特定的 捷克的一些官員 他沒有證據耶 沒有任何證據 他說他傳聞耶 所以如果你有證據說 這個表面上是幫烏克蘭 實際上是捷克有人 中保私囊 叫外交部不要當院納頭 假設他有證據就算了 這還說得過去 可是在沒有任何證據下 說一個傳聞 他是要什麼 要打壓台灣的外交機會 以後沒有人想要接受台灣的援助 也不會有人想跟台灣談了 因為他們知道在台灣立法院裡面 有一個叫做許小青的立委 所有的機密文件在台灣國會裡面 都會被公開 他封鎖的是台灣購買關鍵的武器 以及跟外交上面有實質進展的一個機會 這件事情是連大部分的國民黨立委 就在心裡面可能對台灣自己有一些意見 或是行為上比較輕忠 都做不出來的事情 許小青在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真的是突破所有立委的底線 我是覺得太離譜 離譜到極點 這個同時啊 國民黨的立委馬文君啊 他說我不去啦 考量天后加上立法院表決 藍白立委516不登太平島 可是他還是說我516不去 可是呢目前延期到518 5月18號再去 那518 這個時候去 你會知道他為什麼延期到518嗎 他如果516去 也許517518就回來了 他518去 他幹什麼 因為剛剛520到了 他又可以影響520的相關新聞等等 所以這個顯然國民黨 他是有考量的 因為520是我們新任總統就職的日子 所以我們看看 有媒體人 資深媒體人陳嘉勇專欄說 民族的妖風正彌漫在立法院 這個妖風指的就是國民黨跟 民眾黨 然後再來徐曉鑫 我第一次看到立法院竟然敢把 機密文件公然的這樣秀出來 那是立法到幾點 每個人都這麼講 網友是一片花籃 靖遠 這個一開始說要去太平島 當然那個時候是因為有背景 太平島港郡的工程 然後要啟用 所以那個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們就講說 希望說這個蔡總統 是不是可以在卸任前 去登島宣治主權這些 那後來看起來很明顯 包含說蔡總統也說沒有要去等等這些 所以大家想說那你們到底要不要去 就現在他們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因為5月17號有這個 重要議案要表決 要擔心什麼天候狀況 這樣子也好啦 因為這個早在一兩個月前 你還不知道這個5月17號的天候狀況 會怎麼樣 今天才5月6號 所以我也覺得現在也不一定 他現在就已經知道 5月17號氣候不好 所以我也說 我告訴你啦 那乾脆以後 馬文君就 尖氣象局局長好了 所以我也說 一直在說什麼 胡扯 對 就一定 不一定知道說 當時的天候狀況怎麼樣 那只是看起來現在就是沒有要去 好 那我覺得 沒有要去也沒關係 只是當初你那邊講的好像 這個議政詞研究好像會有一點自打 可是他說延期到5月18 好 那你可以看這個要不要延期 你看我們的國軍那時候多忙 他那時候還要 讓國軍分配力量 載他們去太平島 保護他們去太平島 這有沒有故意在 說要拍天愛 讓我們國軍啊 在戰力的部署上啊 來讓他們壓力 還有他們的壓力 或者是他們的整個部署 會更加的沉重 這有沒有故意給軍人困難 對 他現在看起來如果要去 可能就是會做這個C13洞嗎 一定了嘛 就會這樣 所以我才講他們 你乾脆坐船去嘛 可是坐船去很麻煩 我們海軍也很累 我們的海巡署也很累 要保護他們 對啊 那你如果要做C13洞去的話 我講真的 確實在520前後 國軍的負擔會比較大 尤其是你說這個 總統要就任 會不會說這個對岸 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動作 而且講這個 我覺得他們要去 我覺得也是會 蠻擔心他們的安危啦 因為這個南海 我們知道太平島 本來就有這個 所謂的主權爭議嘛 而且這個中共 一直在那邊也想要去這個 太平島本身倒是沒有 其實我們 中華民國的 以前是國軍海軍陸戰隊 後來現在是海軍署 在那裡非常久了 所以基本上是 整個南海有主權爭議 應該是把整個南海掛起來的 那所以說現在南海 我不是在糾正你 我是說 把他講得更周全一點 對那南海現在這個主權的爭議 跟南海最近確實這個情勢 比較審溫 那你說你們要去 好啦我是覺得我是蠻擔心他們的安慰 所以我覺得這個再緩緩也是好事 而且最近看起來立法院的事情 特別的多嘛 你留在國內好好地問證有什麼 有什麼不好的呢 不過靖遠 你們這個許小欣啊 你要怎麼來 來Gage一下他 判斷一下他 這個我覺得 不多講什麼就已經 對他很好了 這個因為覺得 最近講到有一點累啦 那個我好朋友張維元就說了 他怎麼問題這麼多對不對 這個現在已經 代表所有人的心聲了 但我講真的就是 這件事情應該分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 你現在身陷爭議嘛 你家裡的事情 我覺得你自己要先把它說明清楚 那第二個 立委 即便好像你現在發生其他的這個相關爭議 你是不是應該繼續行使你的這個職責 職權 然後這個課進你的這個公務 我覺得可以 但問題是你監督要合理嘛 那看起來 針對這個密約這件事情 第一時間外交部是在講說 這個是憑空你也造的 那現在又在講說 這個是洩漏秘密 但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第一 這個立法委員監督當然是天津地獄 如果你立委收到相關的這些爆料等等 你可以去要求這個相關的部門去做說明 但是我認為說如果在立法院的殿堂裡面 比如說這個質詢的時候 或者是說好你開了記錄 會要求說 比如說外交部你是不是要做相關的說明 那如果外交部認為說這個牽扯到這個國家相關機 或者是我們外交的困境處境的話 也可以召開說所謂的這個秘密會議 來跟這些委員來做報告嘛 可是現在看起來 巧欣的做法比較像是說 直接攤開來講我收到爆料 然後說我聽說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好像是要直接給外交部壓力 感覺比較不像一般我們理解的一些 這個立委收到爆料 然後以他的職權要求 這個相關單位做說明這樣子的行為 所以不免會讓大家覺得說 尤其是你現在確實深陷爭議 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一點好像所謂的想要轉移焦點 那個觀感上面不會很好 而且我講真的啦 如果現在是我啦 我已經家裡深陷爭議了 我收到相關的爆料 我可能會拜託志聖哥來幫我處理 來拜託幫忙這個開記者會 或者是這個要求行政單位來做說明 為什麼 因為我講的不會有人信啊 人家會覺得說我是不是想要這個轉移焦點 所以我覺得啦 當然巧欣他可能很認真很努力的 想要繼續去執行他的這個立委職權 但是我覺得分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 這件事情要求爆料到底是不是屬實 有沒有顧及我們的國際困境 另外一個是說 先把自己家裡的事情處理好吧 徐曉欣講了這麼多的謊話 那我在網友 有一個網友告訴我說 我們以前有個動物叫做白鼻心 他應該是叫做白賊心吧 網友已經這樣子在講他了 什麼詐欺心啊 什麼洗錢心啊 習近平啊 他現在笑 他現在錯話有夠多 多得會怕人呢 網友這樣子批評你 你還竟然 大啦啦的 記者會 洩漏國家機密 請問 有這種立法委員 我覺得比較更不可思議的是 你要問政OK 但是你不要扭曲事實 什麼叫不要扭曲事實 你看徐曉欣這個爆料 他去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機密的問題 因為他等於是在指控說捷克方面 就是接受台灣這一筆 等於說我們捐款的部分呢 他等於指控說這個是屬於私人機構 然後所以有土力私人的問題 他是分兩段土力 第一個是捷克那一邊 第二個是這個合約裡面有規定說 要採購40%要採購台灣這邊的醫療器材 所以他說台灣這邊也是有土力的問題 所以他等於指控兩端都有土力的問題 但是他說指控這個單位 我們給大家看 這個他指控說捷克衛生科技研究院 這個就是一個私人企業或是私人 所以他說這有土力的問題 但是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你自己看一看 這個捷克衛生科技研究院的官網 他官網上面呢 這是他的資料 他上面就告訴你 他是非營利組織好嗎 所以我說不要扭曲基本的事實 人家就是非營利組織 你硬要指控說人家是私人 他是NPO 對他是NPO 而且他官網上面就直接告訴你 然後呢 另外一個我們這次外交部 是透過捷克在協助烏克蘭 怎麼協助烏克蘭呢 因為他是要你注意看 他官網上面就有寫 他是要強化協助烏克蘭 在西部第一大城叫利沃夫 是要協助這個地方的醫療 因為等於受到俄羅斯的破壞嘛 所以這兩件事情 這個徐曉欣如果你要問證 最基本的查證 請上人家官網去看一下嘛 所以你講的不是事實 那官網他可能看不懂 我不知道徐曉欣的英文怎麼樣 我是懷疑你看不懂啊 官網看不懂 但是現在那個Google上面 有翻成中文的工具 你可以翻成中文好不好 你翻譯成中文 你也可以看到中文 中文他也看不懂 什麼叫非營利搞不好他也不懂 那問題就大了 那這樣他要執行 他立法委問證的角度 不然他如果懂的話 他怎麼會去講這種話呢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如果國會議員 扭曲事實來做問證的話 那我只能說 國會議員扭曲事實本身就很糟糕 而且你還破壞台灣的外交更糟糕 所以呢這個對徐曉欣這個行為來講 他其實就是一個破壞台灣外交行為 然後你再注意看 這個他官網上面 我們翻成中文給徐曉欣看 上面就告訴你 他是非營利組織 而且你要指控人家是私人的時候 你看一下人家官網的介紹 他就告訴你 他是由以下這些機構所組成的 這些機構呢 第一個他有捷克的各醫療器材所組成的 這個醫療業者組成的勾類似公會的組織 所以你可以看這不是只有一家公司 他裡面這個公會裡面包含上百家捷克的公司的公會 所以第二個這裡面還包括捷克的這個科技大學 他的醫療生醫學院 然後第三個還有那個醫學醫療技術的推廣協會 所以他的組成機構裡面 你看有這麼多機構在裡面 請問這是一家私人嗎 當然不是嘛 所以你光是上官網上面 就可以找到這麼多的資訊 那我請問你徐曉欣 連上面這麼基本的查證都沒有做 但他做的事情呢 是公佈密件 然後把他講的煞有機械室看起來 裡面有陰謀 可是攤開來之後 你可以發現你也沒有證據 然後你就用傳聞 傳聞然後你連他官網都不查證 那我請問一下 我更怕的是他有上網去看 看了以後還故意扭曲 這這個心態才是更可怕 這個心態 我懷疑他有這個心態 這個心態就是溫朗東害的 溫朗東又是你害的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這樣說 因為徐曉欣的事情 自從林玉倫的太太出來之後 整件事情一直在處於升溫的狀況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對徐曉欣來講 他也很難正面回擊的部分 因為指控徐曉欣說謊的是誰 是林玉倫的太太 指控說 他說無法忍受徐曉欣 利用立委身份 獨佔話語權 傳播謊言 而且林玉倫太太手上 看起來一定有一些資料 所以等一下叫他說 說 叫做什麼 白賊心 因為他會 白賊 白賊心 習近平 你說白賊 還不准人家批評 白賊心 習近平 這就是徐曉欣 而且還有更嚴重的事情 更嚴重的事情是什麼 你注意看林玉倫的太太 她不是只有指控 徐曉欣說謊而已 他還指控說 你看林玉倫妻子透露 徐曉欣的丈夫 劉彥禮跟婆婆 去年就知道 劉相傑跟杜秉承洗錢的事情 如果他去年就知道 去年徐曉欣先生 劉彥禮的身份是什麼 是台中市政府 研考會主委 徐曉欣自己也是 等於當時也是 台北市的市議員 等於兩人都有公職身份在身上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 整件事情案情看起來 都在升高當中 而且連朗東在爆料他的事情 還爆料到都更的那一段 所以整件事情對他來講 輿論風向處於不利的時候 當然要怎樣呢 想辦法找 讓輿論風向會帶走焦點的話題 那所以他去挑外交這件事情 如果是有意為之的話 那更糟糕 表示他為了自己的 現在身陷在這個洗錢案子 跟詐騙案子裡面 他要轉移這個焦點 但是你的轉移焦點的方式 是以破壞台灣的外交作為代價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 對台灣不利的事情 所以換句話講 徐曉欣是一個非常自私自利的人 他只想到自己 所以呢 他對 廢洪泰是什麼態度 神來殺神 佛來殺佛 任何人他都可以殺 他也可以批評朱立倫 也可以批評誰 他都敢批評 不管有沒有證據 他都敢殺 所以換句話講 這個人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 把國家的利益 棄國家的利益 於不顧 只為了他想移轉焦點 不過你移轉不了 為什麼 因為溫朗東一定會繼續追追追追追追 溫朗東現在最喜歡唱的歌 叫做追追追 真的啊 他在追耶 追什麼呢 給大家看 爆料 劉彥禮到徐曉欣的選區 開督跟講座 所以綠軍的議員說 有不當利益交換沒有啊 趙怡翔 台北市議員講的啊 不是徐曉欣說的喔 我好像跟先生一點關係都沒有 反而是他們夫妻事業共同經營 從中有沒有不當的利益交換 大家對這些 有可能涉及到建商利益的部分 會非常小心跟謹慎處理 但徐曉欣不但是沒有謹慎小心處理 還把自己的先生推配到最前線 徐曉欣怎麼回答呢 他說哎呀 我這是基本的選民服務啦 台北市很多議員立委都有在做 無色建商協會跟我沒有直接關係 近日會收證提告 人家講這麼清楚了 你還要再收證了 用什麼收證了 直接新聞報導就可以 你如果沒有你就可以提告了 還要什麼收什麼證 所以顯然這個是什麼 心虛設立內人 你要提告 就有一個人啊 他更是不怕 等一下告訴你 在這個時候 蔣萬恩怎麼講 指控本於事實 奇怪 那徐曉欣在指控 這個什麼外交部 把機密文件這樣公開出去 蔣萬恩你也當過立委 你敢公開機密文件嗎 我相信你不敢 所以啊 徐曉欣指控這個機密文件 什麼捷克啊什麼呢 有圖利 根本就用聽的 他說這是傳聞 蔣萬恩你為什麼不說 欸 徐曉欣你指控印本你事實 結果你又在維護徐曉欣 在這個時候 欸 徐曉欣說要提告 有個人不怕告 越說越多 那個人 叫做溫朗東 夜深重磅爆料 徐曉欣與金主建商達勇建設 關係匪淺 一大堆 寫了一大堆啦 寫了這一大堆 我看齁 來我把這兩個圖給大家講一下就好了 中華民國都更協會理事長 劉彥禮 兼任日資文教協會副理事長 那聽說他們在搞都更 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鐵道博物館再生的話 那這是徐曉欣2023年11月8日的證件 如果這一來的話 哇 那這不得了欸 這是大巨蛋 現在是最夯的 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在台北機場這裡 如果這一些達勇建設吉祥如意都更的建案 如果在這裡 全地產負責銷售黃凱 黃凱軍艦開設的 還有莊俊如代表的 如果在這裡 信義商圈在這裡 東區商圈在這裡 小巨蛋商圈在這裡 小巨蛋大巨蛋 再加上送香煙場 這一個哇 那這一些都更出來的利益 可是不得了欸 結果溫朗東一爆料 徐曉欣他不是說要告溫朗東 他是說溫朗東 這以前睡的 很有面子 對你身心比較有幫助 他意思說你精神不太正常 啊真的很溫馨 果然是溫馨大讚 那徐曉欣照理來講 如果我講錯 他可以直接向我提告 那結果他也不敢告 因為越告檢察官會查出越多的真相 也證明我講的是對的 徐曉欣他從從政以來 底下有兩大協會 一個叫日資文教協會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提到的都更協會 而這兩個背後都是打勇建設在贊助 日資文教協會打勇不是直接給錢 而是透過打勇裡面的現在的董事長 這個莊政族以及等一下會提到的黃凱軍 他們就成立另外一家公司叫好助科技 有好助科技直接掛名去贊助徐曉欣 包含這樣的一個他們的這個日資協會 以及呢他們在台北市的這個中信區的國民黨黨部 都有這個好助科技的這個影子 另外一邊都更協會裡面 我們之前有提到是劉彥禮跟羅盛德這個律師 去擔任的這個理事長 那裡面還有非常重要的是說 整個都更協議會裡面最專業 最了解都更的是 曾經擔任房仲將近十年的黃凱軍 黃凱軍、羅盛德跟劉彥禮 他們是二十年的好朋友 從高中的辯論社團就已經認識 也就是所謂的亦師亦友的一個關係 每年都經期會舉辦一些聚會 彼此常常聚餐 而且不只如此還牽起了政商之間的一個線 黃凱軍他本身現在呢是在 從原本在達永建設擔任的經理到協力 現在呢跟達永一起合資 開了叫全地產開發的有限公司 專門就在賣我們等一下提到的 吉祥如意的都更愛 而黃凱軍他一手呢就跟莊振卒 這個達永建設的董事長 那董事長呢他是建商的這個二代 這兩年才接班去接董事長 莊振如跟黃凱軍是二十年的好朋友 大學隔壁系的從大學時期就認識 然後呢一路上就創出了很多一些銷售模式 在銷售中心去開書店啊開發費丁啊開餐廳啊 最近這一次他們在這個叫吉祥道 開了一個文青百貨公司 就是一起非常密切的合作夥伴 而且還多一起開了多家的這個公司 顯現上不只是好朋友 也不只是上司跟下屬 更是事業上面密切的夥伴 那黃凱軍另外一手跟劉燕禮 又是非常要好的雄中的學長學弟 所以從這邊就遷起了兩端的線 讓達永建設的一些資源 去關到許曉欣這邊 許曉欣去年跟飛鴻泰選舉的這個時候 原本要跟飛鴻泰辯論嘛 飛鴻泰又不想理他 許曉欣自己辦了說明會 然後又提出一堆政見 裡面只有一項跟鬆信有關 十大政見只有一項跟鬆信有關 就是鐵道博物館 為什麼只有這項呢 因為他只在乎這件事情是 鐵道博物館的斜對面 就是這個價值154億的都更案 吉祥如意 也就是吉祥如意裡面最大的賣點 不是鬆煙 不是大巨蛋 就是這個鐵道博物館 所以這兩件事情就會被勾集在一起 再加上是說 許曉欣在去年的時候已經被檢調調查 送壽面 沙奇馬 雞蛋 以及一堆柚子等等的這些物資 透過里長的方式來叫大家去支持 許曉欣檢調已經在立案 還在調查當中 這個案子還沒有癥結 而目前已經可以知道是說 這些協會背後 都有打網建設的一個背景 甚至資金直接涉入了這個時候 它涉及到的不只是單純的是政治獻金 或者是幫建商去調都更的事情而已 也包含是匯選的這個事情 這檢調還持續的在在查 而這樣的吉祥如意的這個都更案 在現在已經正在銷售當中 然後一般的都更呢 從送件依照市府的審核 有算過 平均速度就是2.34年到2.5之間 所以大概就是兩年半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案件審完 這個案子 一年八個月就審完 一年八個月 速度是非常快的 因為你不要看那幾個月 大家也許說幾個月差多少 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一百五十億 單單差那八個月或十個月或一年 利息多少錢 大家算一下 那個資金壓力差很多 資金壓力 他的cash flow 我們叫做他的金流 他要去資金壓力 現金流 又多少錢 拜託的 像利息的怕死人 不用多利息的2%就好 150元就2% 多少錢 一年多少錢 想看看 對 因為對都根來講 速度是最大的關鍵 要不然一些土地 建融 融資等等的 就會卡在那邊 然後會有很多利息的負擔 所以如果你的時間一拉長 都根就會無力可圖 可是速度能夠這麼快 是不是有利人士的手 直接插入市府裡面 而徐曉青他說是在地選區 要在乎在地利益 結果提來提去 他最在乎的鐵道博物館 當然對附近的居民也會有幫助 那邊又有博物館 又有綠地是很好 可是最直接受益者 就是贊助他選舉的 政治獻金直接先用 建設公司給50萬 營造廠再給50萬 給他100萬 再贊助他的這樣的一個 都根協會 日資協會等等的 協會的一個建商 所以徐曉青 我現在稱他為達永公主 他背後跟都根這個利益 其實是完全無法切開 而他一旦背後涉及 地下的資金 涉及到會選的時候 減掉就會找上門 蛤 你叫他什麼 達永公主 達永公主 因為他過去都嘲笑 他喜歡隨便給他一個名字 叫什麼雲豹公主 什麼公主 那個就是亂簽嘛 結果照他的這個邏輯 他就是達永特別的 在處理都根案的一個 關鍵的資源的委員 你叫他達永公主 並不為過 我第一次聽到這麼一個外號 滿有意思的 不過有一段 我要練給大家聽 當然這個是溫朗東他講的 他說 達永建設過去透過好住科技 贊助徐曉青的協會日資文教 而都根協會 則是透過里長幫徐曉青選舉 所以你剛剛講什麼殺騎馬 還有什麼 雞蛋一盒 雞顆柚子 一盒柚子 這一張 來來來來 你看這個去年嘛 就等於都根協會在幫徐曉青 然後跟里長結合在一起嘛 所以就看到有沒有 這個下面有寫 感謝徐曉青議員贊助發放殺騎馬 然後還有發送柚子跟雞蛋一盒十顆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一戶一份 然後請住戶帶健保卡來領取 然後時間是在去年就是112年的9月24號 下午3點的時候 那下面注意看 剛剛朗東所唸的 這個除了這個里辦公室之外 這邊中華民國都市更新發展協會 跟徐曉青的議員辦公室 都市更新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是誰啊 在這一張 這個你看這個司法院這邊的資料 都市更新發展協會理事長 這邊看到劉彥玲 就徐曉青先生 對 然後這下面理事 就剛剛朗東說跟他們是多年交情 應該是學長學弟 也是他們律師這個叫羅盛德 羅盛德律師 就是說什麼幫這個 幫前面他的大顧大故障 第一次的什麼不起訴人家 案子他變了 後來要繼續辦 結果被檢察官禁止代理 因為你兩邊代理 所以其實他不是不想辦 是因為檢察官不准他辦 因為涉及利益衝突 所以他說啊 什麼這一次被收藥的事情我沒辦 什麼大姑大姐大姐夫被收藥事情跟我無關 林里倫的先生被收藥他也沒有辦 其實他不是沒有辦 他是因為檢察官發現他利益衝突不准他辦 應該是這樣吧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徐曉鑫很可怕 這樣講起來的話 鐵道博物館等等 你看看朗東公布的這一些 他怎麼不跟朗東告 他為什麼不告朗東呢 親王 第二的事情要怎麼告 第二的事情要怎麼告 朗東講到事實的部分你要怎麼告 就比如說你看像這個 這個是公開的資料可以查到東西 理事長的身份 理事的身份 那所以表示他們之間看起來關係是很熟很密切 那再來從這個從這個 這也是公開的資訊看到的部分 那我請問你這些東西是要怎麼告 這樣喔 博物 奇怪 人家做日圍怎麼會做到 這個關係才好 你做日圍做到用把面 我怎麼查這麼多 我的事情等一下 你怎麼不跟原本很痠看看 現在在把面 其實齁 我講實在是當時 我那一天剛好在苗栗 去一個園區在那邊 很難得去玩 那一天我剛好去玩 因為我對你沒有 我沒有投票權嘛 你知道嗎 博物要罷免啦 我真的差一點掉眼淚 我真的是捨不得啦 但是我說人家 秘密做日圍做到這個行 你做日圍做到這麼正 還去把面 公道在哪裡 街人現在在罷免路口選港 還怕去人搶什麼 我們那些罷免的時候 理事長有拿電視單去 你面那裡說問拜託人簽 那個情形不一樣 我認為我做得很 這樣就好了 事情就留給大家去評論 對啦 這個留給我們後來去評論 對啦 許巧欣啦 這件事我就簡單說 其實齁 他現在在罷免 不是在教我們 不是什麼人在罷免 他跟他公公在罷免 真的啦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齁 民進黨因為是這個 這個白手起家 三十幾年的少年政黨 所以很多醫生歷書 才有特色的專業 不會為政治理想打招 所以何不良他出一個阿扁 那叫什麼 叫改極兵信 國民黨好人都好人都知道 改極兵信的機會很少 看蕭敬妍你就知道 我後來比較知道 原來改極兵信的機會要怎樣 要自己辯論社啦 因為你如果參加辯論社沒有 裡面會有歷書 會有建築 會有金主 你就做他們的活 在他後面在寫政治論述 又帶一個議員的母 這樣他會大尾 靖遠 你有參加辯論社嗎 沒有沒有 你就是沒有參加到辯論社 回不當初 回不當初喔 我先說齁 我也沒有參加辯論社 但是齁 我曾經代表我們班上去參加辯論 我不是辯論社的 結果被選拔去辯論 我剛剛我也算天才 我回來人家說你要參加辯論社 我說不要不要 我還是不參加 我還是沒有參加 所以你就要靠自己 你就要比較平 所以我 所以我民進黨 你意思說我民進黨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在國民黨帶他 沒機會這樣就對了 沒機會啊 你要參加辯論社 參加辯論社 現在加入還來得及嗎 重新回去高中 所以他這就是齁 其實這件事很趣 劉彥李本身的行動的過程 就是一個電風派的 國民黨的電風派的 少年電風派的行動的過程 裡面有錢的出錢 有錢的出錢 有人的出錢 有政策的出政策 他就把一個地區這樣摸起來 大小的事情都管 而且可以完全不夠法律 不夠其他人管 只要用捕的 用炒的 用腦的 轉移焦點 你看不然我就在想一件事 民眾黨跟國民黨連手 在捕那個 台灣家買不去 房子 在黑白捕的時候 發進群 許國勇 在黑白捕的時候 我就在想 奇怪 許巧欣好像不能說過這個議題 原來自己也有選 就選的 不才不會說 對不對 你像郭槍在捕那個 捕手機沒有捕到 郭槍他就比他更兇 當人家在做建築 他如果叫叫 但是叫叫叫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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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只是寶貝的那個王子在外面在摸的那個 閉上的時候如果可歌可泣 所以徐小心也不爽 我立委我可以讓你這樣欺負 既然就說你如果算了我要自己離婚 這其實就是出來的事情 摸跟全臺灣都知道這有什麼了不起 所以其實這件事 這是一個我坦白說 我們高雄人有出頭 你看一個編論社 劉民進黨可以做市長 劉國民黨可以改進兵心 這就是高雄人厲害的地方 你看雄宗編論社一個摸下去 在松山新義區要這樣處理下去 插機啊 我夠厲害 我現在知道編論社這麼重要 不過我曾經代表我們班上 我去參加辯論 但是我不是辯論社 我現在想不通 奇怪的辯論社就不找我去 這個就 後來要我參加辯論社 我還不參加 所以換句話講 主定我不是國民黨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以前讀書專 全校都是國民黨 沒有一個不是國民黨 連工友都是國民黨 哪一個人敢不是國民黨 我在說正經的啦 但是我當兵回來 就把黨政剪掉了 因為我剛才去看到 那個美利島的事件 我感覺國民黨是要 搞掉了 所以我偶像說 柏惟 我們三九九八片一天 我剛才跟兩三個好朋友 在廟裡 我喊在七頭 我真的喊在七頭 那天去七頭 結果開這裡回來 衛廟裡開這裡回來 看開票開到最後 蛤 八片成功 我們車上四個人都調研了 我是在開這裡 因為我調研了 所以我實在很不甘 所以其實我看到這個 我看到徐曉星這個行 我實在覺得說 不知道怎麼去評論 不過觀眾朋友們 社會自有公道 我相信上帝 自有審判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不過在這裡 我們要看一下 有一個人 他的崛起 靠的很多的朋友 包括靠民進黨 可是最後 他的朋友全部跟他翻臉 為什麼 因為他太離譜太過分 這個人叫做柯文哲 我不客氣地講 柯文哲跟他的朋友現在 差不多每個都翻臉了 沒有一個不翻臉的 這個人到底怎麼回事 可是現在台北市議會要查他的 難得 藍綠 民進黨跟國民黨結合起來 竟然去組了一個調查小組 而且這個調查小組 現在決議說 可以約訪柯文哲跟黃珊珊 另外北市科專案小組 今天又拍板 新售元大也要找來問 為什麼元大 他們董事長不簽名 為什麼元大說他們沒有討論這個案子 可是呢 找元大師傅要來背書 把這個案子給新售 為什麼呢 所以大家在問 配合業者放寬解套容積的獎勵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當然金華城 柯文哲三次關鍵用運放行 所以這三個案子 引起大家很大的花欄 不得了耶 柯文哲 你不是說財團都會拿刀叉吃人肉嗎 你不是說你絕對不跟財團往來嗎 你不是說每吃飯一定要報備要紀錄嗎 為什麼你跟這麼多財團吃飯 最後你自己都沒有報備 自己都沒有紀錄 這怎麼一回事呢 為什麼人家以前馬英九 包括好龍斌 只要跟業者開會 一定都錄音錄影 為什麼柯文哲 你跟這些業者開的會議 不但沒有錄影 連錄音都沒有 然後故意讓他死無對證 為什麼 現在人家在懷疑你啊 柯文哲 你應該出來講吧 我們先看個相關報導 金華城容積大有爭議 不知炒翻天的20% 容積獎勵不合理 現在又被發現 花44億購買的容積移轉 也有問題 容積部分叫做賤賣 換算一下 一坪只賣了104萬 他未來這一些從市府 買進去的樓地板面積 未來又可以再翻倍賺40億 這一邊把金華城當目標 另一頭調查的則是 北市可愛 包含市長 包含秘書長 因為沒有錄音錄影 所以做紀錄的那一個人 就很重要 我覺得全員都應該是 我們主要調閱 炮口對準柯文哲 北市科調查小組 第一次開會 定調包含柯文哲等 10元北市府官員 和基層公務員都要約詢 也研議開放媒體拍攝 另外星光人壽等 14個潛在投資企業 也要一一約來談 其實有很多的議員同事們 大家拿出了很多的文件 不過都是捕風捉影 那既然成立了專案小組 各黨各派都有 那我們就來進行一個公開的討論 我們再來看看 柯文哲你的被告 他竟然喊說 應該公開錄音檔 結果前輸不是說 拜託的啦 關鍵四場市的會議 當初就沒有錄音了 十幾次都沒有錄音了 你每次沒有錄音 敢說叫人公開錄音檔 你是要把蔣萬人拗 拗公一一 消費錄音檔 你是想要拗蔣萬人嗎 我們再來看 黃國莊號叉519集會說要算帳 吳思雅說 國會亂不夠 還要繼續亂 民眾黨519集會 早已轉移焦點 柯文哲說 有什麼三大案 你三大案都已經被檢察官 踏制案列為被告了 你還說沒有什麼三大案 柯文哲 你是把什麼 夜葬告到 沒看到嗎 民眾 民眾黨519要跟民進黨算帳 就說民眾黨的吳靖瑜說 哎呦 你如果沒有破三萬人 柯文哲 你就自己自拆政治神壇 這個蠻有意思的 怎麼來看呢 這個519我認為民眾黨要去遊行 這個是私出無名 第一個民進黨現在的政黨支持度 是比民眾黨還高的 第二個 蔡英文總統的支持度 也比柯文哲還高 那你一個支持度低的人 要去抗議支持度高的人 民眾看起來就覺得說 那你在做什麼 那當然現在民眾黨在國會巴西 亂不夠 那現在在街頭繼續亂 當然他們要在街頭亂 或是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面亂 這是民眾黨的一個權力 但是要私出有名 那我現在看起來是私出無名 你不曉得說 到底當天的這個訴求是什麼樣的 我只看到那天之前 黃國昌有拿一根蔥 在直播 然後叫柯文哲說 這個來參加我的這個集會遊行 要拿一根蔥來 拿一根蔥來 這黃國昌說這個柯文哲是哪一根蔥 哪一根蔥 哪一根蔥 不要哪一根蔥 那個硬要念對 哪一根蔥 柯文哲你算哪一根蔥 因為沒有字幕 所以他可以說 我是說他拿一根蔥 不是說他是哪一根蔥 那所以說我認為說他是私出無名 那今天到底是說 為這個柯文哲的這個三大案來做解套 那如果說是為三大案來解套的話 如果當天如果沒有來三萬人的話 那大家不是覺得說 民眾黨是不是要倒了 那些小草 認為說這個阿伯出事了 這個三大案到目前為止說不清楚 這會不會反而刺激小草出來 你說沒破三萬人 搞不好小草一刺激搞不好出來 來五萬人也不一定 現在就是現在就不知道 現在有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你看柯文哲在嗆聲說 叫錄音檔拿出來對不對 那他現在等於說民眾黨辦這個遊行 說要去嗆民進黨 可是你去看喔 現在在講說錄音檔這件事情 沒有的是台北市政府自己講 請問台北市現在誰執政 台北市政府現在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執政 然後現在在講說沒有錄音檔這件事情 是台北市資訊局局長自己講的 他怎麼講的你看 他這邊說作為比較基準 他說這個台北市政府 跟廠商的現在的台北市政府 跟廠商議價的過程都有完整紀錄 還有全程錄音錄影 但前市府習慣做法不一樣 前市府做法不一樣 所以要抗議要對誰抗議 他應該去跟台北市政府 跟國民黨抗議吧 你要知道馬英九因為有錄音錄影 所以非常清楚 所以李樹德就是為了錄音錄影 裡面被錄到這一段 李樹德被起訴的判 會判幾年 好像八年九年我忘記了 好像判非常重的一個刑 三中案啊什麼這一些 所以換句話講 會不會是因為李樹德被判刑 所以柯文哲說 這錄音錄影很危險 不行不行 所以不要錄音錄影 會不會這樣 可是他沒有錄音錄影 他竟然還講說 這個民進黨或是說國民黨 他不是民進黨 他是說國民黨 他說國民黨 那你就是錄音帶拿出來 錄音帶拿出來 會議金拿出來 沒有啊 沒有的事情 叫這個國民黨要生出來 就像用格所講的 他是覺得說 那如果拿不出來 今天就是講完 把這個證據把它淹滅掉了 所以他變成是說 沒有要硬凹成說是有 那現在就是柯文哲 他如果說當天他遊行 是為了這三大案 這個指標 如果說這個小草出來人不多的話 那我覺得說 那阿伯就危險了 那如果說今天人出來多的話 那看看說到底 主要的訴求是怎麼樣 你如果說他抗議這個民進黨的話 到底你要講出來說 民進黨哪裡做得不好嗎 那現在我們看不到說 這個你覺得說哪裡民進黨做得不好 完全是跟國民黨站在一起啊 所以啊 沒有自己一個政黨的主體性啊 所以你要講說 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 現在萬壇說 當時去支持這個 有網友啦 直接用更難聽的話 稱呼他叫被骨 被骨罵的 說那個叫被骨罵的 然後什麼兩岸一家親 他把被骨罵你當時 選市長所說的話 他是什麼 他是生綠 綠的不可再綠的生綠 記不記得他跟那個誰 連勝文辯論的時候是不是這樣講 這下是怎麼 默綠 還默綠 這下是怎麼都不默了 怎麼綠轉紅 所以 網友不知道會把他抗說 你是檳榔 檳榔什麼意思 大家知道 補給檳榔的還是 看檳榔 我們大家都看過啦 外面青的 檳榔肉裡面白 裡面又擦紅 擦紅灰 紅灰是紅的 所以 鄭遠 這很出名 包括黃國昌 包括 柯文哲 這是有 事情的大條位 一定是會的 現在柯文哲身上 就只剩下 弊案 跟虎爛 這個就是柯文哲的代表 什麼爛 虎爛 柯文哲身上只剩下 弊案跟虎爛 柯文哲 你現在這件事情 都講不清楚 然後他們現在開始在講說什麼 民眾黨在那邊講說 這個 現在台北市政府 打這件事情 一定是為了要轉移台智光的焦點 拜託 台智光這件事情 是檢調本來就去查 然後你在講說這個 金華城 然後與其北市科 這些本來就已經 檢調也都 都要去查了 並不是說 蔣萬市府才拿出來才特別攻擊 而且如果照他們這個邏輯去講的話 所以今天是這樣 藍綠聯手打擊柯文哲嗎 看起來柯文哲現在是想要去 可是他們對立法院是 是藍白聯手打擊民進黨 所以看起來柯文哲就是這樣 他今天面臨這個危機的時候 就開始去砍他 看這個國民黨欺負我 民進黨也欺負我 這個藍綠一家親 奇怪 這個聽起來好像有點矛盾 但柯文哲你不把爭議說清楚 包含說金華城你的這個容積率 到底為什麼變了又再變 而且是一次越變越高 而且剛剛好就是在選舉的前後 都會發生變化 這個是我們台北市議員游淑會 他就已經急過好幾次的事情 而且柯文哲一直在講說什麼 他就嗆說 要這個攤開會議紀錄啊 把這個錄音錄影去公布啊 第一個柯文哲騙大家是傻子嗎 會議紀錄這種東西 如果真的裡面有什麼案情 或者是逃來暗記的事情 有可能會留在會議紀錄上面嗎 當然不會有嘛 第二個是什麼 錄音錄影 現在大家就是在要求這個 錄音錄影的東西 問題是你柯文哲相關的這些 會議紀錄裡面 就是沒有附上錄音錄影啊 所以這個才是大家想要去質疑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 光是金華城這件事情 你說從這個柯文哲 看起來漂漂亮亮的會議紀錄 裡面就有幾個貓嘛 第一個是什麼 那個時候 這個重大的關鍵案子 裡面的討論過程 是直接全部省略嘛 沒有紀錄嘛 所以柯文哲難怪不怕說 要公布這個會議紀錄 因為上面什麼都沒有 第二個是什麼 2018年2022年 兩次都遇到地方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都剛好提高了這個 金華城的容積率 是不是讓大家覺得 很感興趣 第三個是什麼 關鍵會議的時候 官方委員75%都集體請假 就只有外部委員去出席 然後市府代表都請假 所以通過的時候 只有外部委員都沒有市府的代表 然後所以說這個會議還是召開 照通過嘛 這幾個疑點 柯文哲都說不清楚嘛 他沒有辦法講清楚嘛 過去這個金華城開發案這件事情 他歷經了三任的台北市市長 而且這個經歷的纏鬥了十幾年 基本上國民黨也有很多人 都跟這個威京小省有交手過嘛 那所以說包含 什麼交手過 他是你們的中常委 但是問題是說 這件事情光是在好農賓市府任內 其實都一直是堅持 就392%的這個容積率 好市府那個時候都堅持這件事情 包含後來監察院去調查 也都是呈現這樣的結果 但是問題是後來柯文哲主政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變成560%嘛 然後到了2022年的時候 直接標成840% 這個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所以這次 所以這次為什麼國民黨會 一起跟民進黨去質疑這個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單純就是 就是因為 他是你們的中常委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單純 如果真的有弊案 該查就查嘛 大家都逃不了了嘛 而且我講真的現在看起來 這個好市府 包含說郵書會過去在 這個好市府服務過嘛 他都講了 這個絕對金得起檢驗啊 那柯文哲你為什麼不敢面對 而且這一次的這個調查小組 是藍綠百議會都都共推的喔 包含說民眾黨也有相關的議員在裡面喔 這個總不能說是這個藍綠聯合夾殺你們的吧 而且他們也一定會有人進去 因為他們如果沒有人進去都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有人進去才會知道你們講什麼 對 許巧欣不就是把 哎呀密件都給公布了 所以你不要期待說 民眾黨說 哎呀我們利益迴避 我們都不進去調查小組 沒什麼事情 為什麼 進去才會知道你們在幹什麼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這個是網友在質疑 對 那民眾黨現在有代表在這個調查小組裡面 那這個調查小組就是民眾質疑說 你們為什麼沒有利益迴避 原來是要知道事情 從許巧欣今天的這個事情 更可以知道 你看馬文君 許巧欣他們都要在國防外交啊 才可以知道國家精密啊 對無論是這個四北科還是金華城的調查小組 現在藍綠白包含白雲都有議員在裡面 所以會不會接下來 這個民眾黨因為有這些議員在裡面 他們反而手上取得了一些資料 過去我們可以看到嘛 他們不是把這個卸任之後把公文帶出去嗎 對啊 然後還這個公布出來 還在講說我們手上都有了 蔣市府為什麼不公布 等一下先不要講蔣市府公布公布 我先問你為什麼你有嘛 你為什麼卸任可以帶走這麼多公文嘛 這個還要再去抓嘛 所以說你現在正好有民眾黨的議員 也在調查小組裡面 大家會覺得你刮天理下 好但是沒關係 本來就應該都公平都要拍代表 依照比例 但問題是說這些在裡面 調查小組裡面的議員 接下來會不會反而變成柯文哲 在這個調查小組裡面的內印嘛 查到哪裡 可能就滅證到哪裡 或者就串通到哪裡 這個是接下來大家要小心的嘛 所以有人爆料嘛 說民眾黨 柯文哲民眾黨的立委 帶著民眾黨台北市議員去跟 去跟相關人士吃飯 有這麼個新聞嗎 我印象中嘛 有這個新聞嗎 有看到嗎 應該有看到吧 有看到嘛對不對 你們都有看到嘛 如果這個新聞再加上 照理講 民眾黨人家調查你們的黨主席 你們非要有個委員在裡面不可 你們如果躺盪盪 那你就利益迴避 不要進去嘛 所以就進去裡面 可能 所以柯文哲就知道事情 會不會這樣子 哪有人自己說 公佈錄音帶 結果搞半天 原來他自己在開會的時候 都沒有錄音帶 比較有這種規定 沒有什麼 沒有錯 再說明一下 他說公佈了那一集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真的有啦 兩句話 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說 三個那個T16T1748 三個這個基地個別這個招標 只有這一句話 他兩句話 然後加速招標程序 都兩句話 那就這樣會議備忘錄 會議紀錄開 會議開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最後只有兩句話 他有十點開 十點開一個小時 沒有錄音 會議紀錄就兩段話 這兩句話只有這兩句話 村子在看電影嗎 公佈錄音錄影 還是在喝茶 還是在睡覺 這個很會寫會議紀錄 這樣子而已 開一個小時的會議紀錄只有兩句話 這就是為什麼要求說 會議紀錄兩句話看不出美角在哪裡 而且你看一個小時喔 這兩句話五分鐘就結束了 我也當過立委 我也當過議員 我也當過議員 我也當過官員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些會議紀錄開一個小時兩句話 這是什麼 官員怕出事啊 官員怕出事 會議紀錄不敢寫太細 沒有人都 沒有人要去承擔責任 對啊 可是這一定有問題 一定有貓膩在裡面 那你現在要開這種這個調查小組裡面的東西 你民眾黨的這個議員應該就是黃靖穎 他應該是在裡面 學姐在裡面當然互主心切 隨時隨時會跟柯主席保持密切的聯繫 問題是 因為我再講一下 如果跟柯文哲報告有沒有泄密 我告訴你沒有泄密的問題 因為他們這個調查小組喔 沒有什麼密啦 對啦 這個調查小組有權力核定什麼密嗎 沒有啊 應該沒有吧 所以用這一套來進行 其實柯文哲可能要這種方式 如果沒有什麼密 那告訴柯文哲當然 就沒有責任啊 而且議員啊 所以啊 最主要是可以知道 國民黨跟民進黨 他們議員在講些什麼就可以知道 抓住那個動態就知道怎麼反擊嘛 原來是這樣子喔 對 然後再回來講519 我覺得519也是蠻詭異的情況 很多人說是要轉移焦點對不對 可是他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519是民眾黨 號召的嘛 對 可是你看這兩天出來講話的是誰 是黃國昌 黃國昌還預告說 那個柯主席下週會針對519在做說明 他先預告了喔 我現在很好奇喔 黃國昌也來 這個柯文哲也來 519那一場 到底誰的聲量會比較大 誰會比較 比較 比較在那個場合上面 他們會說我們都是民眾黨的 對 可是現場你說會不會有PK 有比拼的效果存在 這很有趣喔 這當柯文哲 畢案纏身的時候 黃國昌現在號召519 而且你看他現在不斷是黃國昌出來講519要算帳 不是柯文哲喔 所以到時候那個519是不是柯黃之間也要PK一下 我們來看看喔 慶黃 真的就對了喔 這個PK到底要算誰的賬 我都覺得這個柯文哲其實自己要想一想 為什麼來 你看我們剛剛前面在討論金華城 這公文後面這個章是誰的章 這是誰的章 柯文哲三個字好嗎 而且講金華城這個案子 柯文哲其實很多事情沒有回答耶 為什麼 因為他的容積放寬這20% 注意看喔 這是柯文哲自己核定的公文喔 他核定的公文 然後呢我們請問一下 台北市除了金華城這個案子之外 哪一個建商在台北市推案的時候 可以因為這個綠建築 然後智慧建築 然後跟耐政設計 就多20%的容積 嚇死人 這一件事情柯文哲沒有回答耶 而且勇哥當過台北市市議員 你現在台北市有哪一個建商可以使用 我當過市議員 最主要是我當過內政部長 不要忘記現在的國土管理署 以前叫做營建署 所以營建署 他們主管很多這些相關的 這我內行的啦 對 然後呢你再看 我們剛剛講那幾件事情 具體的講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個 任養公園 也就金華城案子任養公園 然後第二個 這個設充電停車位 第三個 取得耐政設計標章 這三件事情 就多給他20%的容積 多5000多坪的容積出來 請問在台灣哪一個建商 可以因為這三件事情 然後就多這20%的容積 我看這可能就不得了 是嘛 所以這些事情 都是柯文哲要回答的事情耶 那這些事情我覺得 就算是小草本身 聽到這些論述了之後 自己心裡都會有疑慮嘛 所以我就很好奇喔 這個519片有上場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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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